今天老美這個飛機是逼很近 廣東 福建 香港 對不對 好 萬一老共飛機起來了 然後不小心或是故意的 因為他的飛行員都很年輕 氣也很瘦 對不對 砰 給你撞一下 好 垮了 或是飛彈啪 打一架起來會怎樣 我先這樣講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容易的 第一個 美國的飛機都在12海里外面 說在東海的上空 第二個就是說 上一次海南島擦撞 布希一商人就發生擦撞 那個事件之後 其實美國跟中共 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談 軍艦在海上遭遇 軍機在空中遭遇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 制定一個準則 大家遵守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飛行員有戰鬥機飛機 很多都非常年輕 中衛 上衛這樣子 水氣方剛 然後你就這樣 讓他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他火氣就大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弄久了 就覺得你怎麼步步進逼 到哪的時候就有一個危險的動作 因為在空中速度太快了 雙方的戰鬥機 一下子就會非常的接近 那一不小心之間 這都可能會擦撞 你說會怎麼樣 如果川普這個就是他想要的 所以這次美國軍機軍艦 做的膽子非常的大 非常要靠近的原因就是說 我就是希望看得到 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然後最好如果有個差狀的話 川普就準備要利用這個危機 要來救他的選情 我覺得如果說美國的飛機 被打下來或差狀的話 我認為川普會採取軍事行動 但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會 因為他要補持戰爭 他在選舉裡面有助於他選贏 而不在戰場上打仗 因為坦凡講 在第一島鏈以內 尤其非常靠近大陸沿岸 打仗的話 美國跟中共的力量 差距沒有非常大 是離開大陸的本土越遠 這個差距就會越大